你自己会感受到学生是否喜欢你的课 我们当然很希望很多学生报我的课 Department Head也很想 我们开那些可选的科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放很多心机 如果你用极权的概念就是 我强制你一定要选我的课 你不选我这一课 我不让你毕业 对 你有这个权 你强权 可能别人会怕你 终于坐在那里 但其实做教书的 没意思 没意思 虽然你说没有上课 就不应该毕业 是否? 是贴律 但你自己将心疲弃 其实是否真正你教育的初衷 你就是希望学生和老师都能够在一种互相欣赏 互相尊重的情况下 对社会对教育有贡献 与其我们就说权 你一定要承认什么权 你一定要接受什么什么的教条 是否我们应该努力自己做好 令到学生无名而来 令到全校都觉得 这个班房 这个课程是典化我最佳教育长 对不对? 然后别人再去学习你 然后变成世界的冒犯 我觉得这样才引以为傲 我觉得其实在里面 就是太快有人跳进去权力讨论 所以老师其实是有权的 如果他当时你也有教书 你会发觉教书就是这种奇怪的生活 其实你有很大的权力 你喜欢可以肥了学生 你喜欢就是寄去过 你说这个学生没有上台 你的权力是很大的 但问题是你会不会有权用尽呢?